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進入第十四章 離向極滅 那個前的就是定的 張明太子定的話大概都是離向 都是要離的 所以金剛金會被人家講是空中就在這個地方 什麼都是破 都是破的 所以離向極滅 極滅的話就是涅槃 那我們現在看197頁 都有書嗎 看197頁 因為今天會出現兩個名詞 這兩個名詞在佛教上 佛學上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名詞 注釋 因為我們這班注釋都盡量跳過 注釋的第五個 第五個我們看一下 實相 我們一直詞就是有的東西 實相就是非虛妄之意 相的話就是無相 這個地方是無相 實相 只騙不於宇宙中真實的本體 所以那個即佛性的別名 你看實相的話有多少個別名 你看又做如如 真如 法性 無相 法身 真心 真空 實性 你看所以有的時候佛學讀起來是很辛苦的 整個例外 這個都是同一個詞 同一個詞 有的時候你在講佛性什麼的話 實相無相什麼的 一直你看 哎呀佛教裡面很多人在研究實相 這個他難在這個地方 今天所出現的第二個名詞 功德 他的下面那個有沒有 前面的話都是福德 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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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量 浮得 福量 福德 福量 福量 今天跑出功德啦 德的話 德的德 道德的德 就是得也 修功守德 約功德 自信 建立 萬法 事工 那個心體理念 是德 福量的福德 就是功德 福德跟功德 嚴格講 都是做善事 但是做善事的時候 你自己如果有自己有 有所為 有慾念我的再加這樣 有所做做再加進去的 那個就是變成福德 你沒有的 那個就變成功德 那福德的話 會得到很多的福報 那功德的話 它跟福德不相同在哪個地方 功德是要成就 就是果報 就是不管你什麼果 尤其是佛果的時候 它兩隻腳嘛 兩隻腳的時候 就是福德跟智慧 嚴格我們常常講福德智慧 福德是不夠的 福德要很多 要變成功德 那功德的話 就會超出輪迴 差別在這個地方 過來198頁 198頁的話 今天又會跑出第三個名字 什麼 忍路 忍路很重要 今天看到 今天跑出忍路 我們有學過六度裡面 已經就是第一 有沒有 今天跑出忍路 你看忍路 就泛語叫做燦提 那個燦就是吃 有簡直的吃 再加一個燦 就燦提 忍受諸五路 腦海 而沒有悔恨 沒有生氣這樣 就想要報仇這樣 它是六波羅蜜之一 今天的話 這三個東西是新出現的 好 那我們下面就直接跳到解說 那解說還沒有解釋之前的話 大概 沒有關係 那就講到再來好了 那就經文直接的話 就直接解說部分的經文 黑字部分 我就要跳過 我們直接就看199頁的白字 二十日就指世尊 就上一章 世尊把他 問這個本金 叫做什麼名字的時候 他把他叫做本金 叫金剛波羅波羅蜜金 那祖父的話 所有的那個法眾的話 都應該認真的受辭 他並舉了三個 就是圍城 世界跟活生三十二項 以名這些只是一個假名 又叫讓生命再不布施的福德 不及受職金剛金等等 因為金剛金很殊勝 你如果用生命去布施 三千大堅世界的福德 也不及你去讀金剛金的福德 這樣 虛伏迪就深深的領悟到 金剛金的義理跟歸去 義理歸去是什麼呢 就是上面 你看 金文裡面 是西伏迪文說 世今生結義去 有沒有 義的話就義理 那個去的話 就是子去或歸去 那義理是表象 就是指 守全的那個離向無向 就是妙有不有 這個叫做義 理去的話就是子去 這個波羅妙用 真空不空 整個裡面就義去在這個地方 那歸 現在講起來 要歸去到什麼地方去呢 西伏迪已經深深的了解到 此今應該歸去到十項波羅 不是只有從金剛金 它本來就是蚊子波羅 那你不要只有停在蚊子波羅 你覺得呢 我上次一直講說觀察 要應該觀照的波羅 觀察之外 還有照 照應的觀照波羅 深結兩個字 就西伏迪深深的 深深的基伏迪起的觀照波羅 然後的話才能夠有這麼深度的了解 因為它蚊子波羅的話 然後它去深深的去觀照 所以它已經有了解 那誤解到什麼呢 就了解到此今 異理的歸區就是跑到最高的十項波羅去 所以的話下一段 深結欲區是一個一件事實 西伏迪因為深深解到 解悟到就是十項波羅的那個異理 於是大受感動 替淚悲氣而薄火炎 你看經文裡面的替淚悲氣有沒有 那這個哭的話 這個哭是被哀傷的哭嗎 不是喔 你看那個洪一大師 洪一大師原集的時候是四個字 叫做什麼悲心交集 它為什麼悲心交集呢 因為悲有一個心洗 它生起什麼 它已經為什麼洗呢 因為它自己的那個身筒脫落 它已經已經身體的那個已經 就是那個氣筒已經脫落了 它對大事已經有理有所 就非常的明瞭了 它最深的感激 那個這個這個體力的話 是最深的感激 因為它已經到達深深的解悟 所以它是 所以這個不是悲傷囉 它是一個最深的一個感激 那個 所謂替淚悲氣而薄火炎 因為感激嘛 感激世尊教化的法恩 感嘆這部經典 還有深奧的十項毅禮 就回到十項 而且自己又在當下已經大開解悟 解悟 於是發自真情的流落 喜極而泣 這個是一個高興 從內在的發出的 然後自己 口讚 讚嘆到 稀有的世尊 佛說如是聖身經典 世尊現在講這部 這麼高深的道理 是什麼道理呢 就是波羅 所以叫波羅金 智慧的解脫 智慧的成就 我從西來所得慧眼 那什麼叫慧眼呢 慧眼你打智慧之眼 那個大概到了第263頁 263 263頁到下次會 因為這還沒有出現慧眼 他這個時候就給他跑出來了 263有沒有一體通關 這個有五個眼 你看肉會產 第一個比較 層次這樣一直上來 下面是肉眼對不對 你肉眼的話 再往上的話 天眼不是很高 他僅在肉眼的上面 過來才法眼有沒有 過來的話才什麼呢 慧眼你看天眼慧眼 然後再過來再上 剛才就滑眼 然後最高是活眼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那個 須埔提他也到中間囉 慧眼他已經 他的智慧的智眼已經生開來了 好 翻回來囉 199頁 須埔提在活地子中是 唐空第一的 他已經證得阿羅漢道 得到了我空的智慧眼 智慧眼 所以的話他說 我以前 我從以前得到慧眼以來 沒有聽過像如釋之經 還沒有聽聞過像這麼高深 這樣高深奧妙的經典 第二章不是西友 也有西友世尊嗎 西友世尊第二章是 讚嘆佛陀以日用平常生活 然後展現本地的風光 只是當下即波羅全體大用 本章的西友世尊來讚嘆佛陀 以文字波羅然後來引花觀照波羅 然後契入石像波羅 這個這樣的就是 遊覽而生 不是很勉強的 就一步一步的話 他就遊覽而生 前之西友是乍見華烏 外觀的規模宏偉 就看到外表規模很宏偉 今天的西友的話 就已經進入到裡面來了 就已經進入到華烏的裡面來 如露室內種種珍寶 這是第一段 第二段的話 翻過來囉 第二段 第二段的話 兩百頁 兩百頁就是這兩個 實相跟功德 這兩個東西跑出來了 有沒有 今天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大概都修一段期間 所以對實相 實相無相 實相的話 也都是我們想盡量進去的 功德也是希望我們都能夠 積功累得在這個地方 好 接著就看經文 多物有人得文是經 假使有人的話 聽聞到這部經 如何成活的法門 信心清淨 責身之下 你要信心清淨 才能夠生實相 才能夠生實相 回顧第六章 第六章這邊很長 就如來滅後 後無百歲 有慈戒修福 有沒有 於此將盡能生信心 以此為是當之世人 這是第六章的經文 不以一活二活三四五活 而種三根 以無量千萬活手 種諸三根 文字將聚 乃至一念生盡信者 西埔地 如來西之西見 是諸眾生 得如是無量福德 對於金剛經生信心的 乃至一念生盡信者 當得無量福德 那為什麼一念生盡信者之心的話 有那麼大的功德呢 因為一念盡信的話 能生實相 能生實相 那功德就很大 實相是什麼呢 實相就是實相波勒 這個實相波勒 是怎麼生起來呢 是由我們的清淨信經 生出來的 所以它是一個 整個裡面是第一西 常母親菩薩說 我不敢心意如等 如等皆當作佛 這個是法華經裡面句子 涅槃經這樣講 見佛性 你如果看到佛性 佛性剛剛我們講過 實相就是佛性 有沒有 那是同一支 你看到實相的話 你看到實相 看到佛性的話 就不叫眾生 那你不見佛性的話 世民眾生 就是說你一直修修的話 你沒有修到自性裡面去的話 那你還是眾生 那你如果能夠看到自性 看到佛性 你就不是眾生了 眾生可以成佛 心禪 念佛 持咒等 都是教我們要達到清淨心 修持的深淺 決定心性 清淨的程度 因清淨程度的不同 而有各地菩薩的分別 所以不是有無威法嗎 大家修無威法 這個就無威法的話 大家進入聖前都修無威法 無威法你修得越高越高的話 果位就會越高 這個清淨心也是一樣 你清淨心一直達上面 清淨心越來越深的那個 然後的話你就會到達 那個越高的果位 十相 現在再解釋十相 十相是無生無滅 本來就具有的 但會被無名、煩惱所覆蓋 十相的話 又回來一次 這叫如如 有真如 有法性 有無相 有法生 法生是我們一直守熟的 真性、真空、實性等 不同的名字 我們的信心清淨的 就由這一念清淨的信心 就對波羅妙法 就有了相應的作用 如果會把相應 那個真相顯現出來 這個就是實相 我們修持金剛經 是論說 以示名字如當奉辭 就是要我們依著 下一頁囉 依著蚊子波羅 起觀照波羅 然後起觀照波羅之後 就要要求我們的信心要清淨 一旦信心清淨了 實相波羅 就會慢慢的顯現出來 到達信源 果滿的一個境界 當之是成就第一功德 以七寶或生命不失 守得的福德是很多 是培養福報 這裡的功德 這是用功修行 完全是波羅智慧的成就 聽聞金剛經者信心清淨 依聞解義 隨意入了觀想 這種用功修行的結果 才叫功德 這功德跟一般的福德 是不相同的 這不是普通的功德 而是第一稀有的功德 因為這種功用的話 會產生實相 所以的話 它是一個跟 比福德高 然後又是第一稀有的那個功息 世尊是實相 即是非相 事故如來說明實相 又是三居一 世尊在本章 本經第五章已經提示過了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這個實相是什麼呢 它是無相 即是非相 不著一切相 無我相 無人相 是無眾生相 無受者相等等 都不著相 乃至無佛相 也無非佛相 一相一切相皆不著 就是一切無相 世尊勉強給他取個名字 叫做實相 你不要被他綁造 沒有關係 上文 上見 德文 是盡成就文慧 信心清淨的話 就是實慧囉 折身實相 就是修慧 由文師修三慧 入波羅義去 是名第一稀有 換句話講 本經它是文字波羅 你要去觀照波羅一直修 會修到實相 這樣的話是非常殊勝的 現在的話 因為實相第一次跑出來 你可能會看著好緊張 沒有關係 因為你實的話 嚴格講 實相是無形無相 本來是空極的 無相之相 所以全名叫做實相 換句話講 就像虛空一樣 實相就像虛空一樣 你看它是實相 但是裡面可以容納 它無相 它可以容納很多的 容納一切的東西這樣 所以你也不用太緊張 實相第一次跑出來 你就已經開始有這個東西了 如果實在是 如果看不懂 看那些東西 我跟各位講過 奈奈多羅三秒三浦迪 你一下看得這麼長 你又看到這個就是成佛 看到實相 你就是把它當作佛性 進入佛性 進入那個這樣的話 你的名詞就會少一點點 你看這裡面也沒有佛性 有啊 有那個整個真公實性法性 那就把它當作法性 這樣的話你就 要不然就法性 那你就會比較少名詞 那就下一段 下一段的話 西普提議繼續說 文字的經文我就不講了 世尊啊 我今天追隨佛 聽到這 聽到這不經典 這經典 深奧的道理 信解受之不足為難 換句話講 當然信得過也可以解悟 隨時隨地的在修辭 假使到了向法末法時期 有人聽文 下一月二零二 這部的經的話 研究這部經 也能夠信解受之一樣 這個人就是第一稀有 他十分是了不起的 換句話講 這個人的話 跟我得的 當年所得的那個 雖然得到雖然不同 但是他所得的正法 並沒有差異 換句話講 這是四個修行的階段 信的話就對佛經各個教理起了正性 解的話就對佛經各個教理有了解悟 信的話開始 第一個要起信 信而道元功德文 要開始起信 第二個你要去了解 第三個你開始要受辭 悟道以後要修 要起修 修行以後要正果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的眾生 無緣親自 親自就是在佛的場旁邊 就是直接接觸 接觸佛生 叫親自佛生 無法清成世尊教誨 對於四金剛經 能夠信解受之 至至第一稀有 十分了不起的 那下面的話 也就是在談 沒有四相這些東西 這個人也是 經文就看白紙 這個人得到第一稀有的功德 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此人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人相 四相通通給他盪除掉了 因為這個人 信心親近 對金剛經有甚深的解悟 四相都空了啦 他已經沒有我人等四相的執著 四相都已經離開了 不著一切相 他已經達到了這一個境界 所以這次為什麼呢? 因為我相即是非相 人相 眾人相 受我相都是非相 我相本來是非相 是假相 因為如果有 若有我相的話 那便不是實相 如果有我相 他就沒有實相之相了 人相 眾人相 受我相也是非相 也是假相 什麼原因呢? 因為離一切相 責民諸佛 餘相離相 離開所有的相 你要無助無著 然後能所都不深 這樣的話 這才能夠 包括我執事項 法執事項 空執事項 不是三個空嗎? 我空、法空、空空 有沒有 這三個要解釋 這三個叫 我執等四相 第一個是我空 第二個是法執等四相 是法空 第三個空執等四相 叫空空 這三個都不執著的時候 這個人雖然還沒有成活 但是他所悟的代理 跟活是無二無別 就叫相當活的那個境界去了 那看二零三 二零三 世尊於第五章曾經開示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上一段 西埔黎首領 離一切諸相 則明諸佛 離一切諸相 不也就是若見諸相非相嗎? 則明諸佛 不也就是 則見如來嗎? 世尊因而讚賞他 為他應可說 如是如是 前面的摺見如來 那是佛心 這裡的摺明諸佛 是須補離的心 就是以佛心印證須補離的心 叫做以心印心 末法時期 有機嫌接觸金剛金者 前世已經曾在佛手 眾諸上根 直根於內裡的意識 大部分的人並不清楚 悟盡當前的時候 我們好像似曾相似的感覺 與人相處 我們以前都沒有跟他接觸過 就是說我們有微妙區壁的念頭 當我們無法明白究竟 當我們遊走叢林 叢林的話 就是 就是寺院 可以這樣講 留久或者聚集 人聚集的地方叢林 遇到以前似曾相似 對決也親近的寺院 好像回到自己家的感覺 又在某種場景 突然會有身心觸動 又莫名的興奮激動 這就是硬心 等一下我回來再講硬心 若負有人 得溫世經 不經不步不畏 當之世人 甚為稀有 未來世的眾生 有人聽金剛經的道理 不經以其言之名玄妙 也不恐怖道的高聲 也不畏懼 他實行其他 是很艱難的 應該知道這種人的智慧是夠的 功德就是他的功德也夠 換句話講素質得本 這是非常稀有的 所以你今天能夠接觸金剛經 你就是素質得本 你前面的話 累生累世 你大概都有接觸 都跟火瓦是有因緣的 這裡面的硬心 硬心的話我就用我自己的例子 跟各位講 嚴格講在民國81年之前 我是沒有接觸過火 我沒有 我頂多就一貫道的那個油 我跟各位講 小學四年級開始 家裡有火糖 我就很認真在辦 其他的話 因為鄉下孩子 然後的話 要能夠弄起來 在公民上一直是很忙的 很早就當師長這樣 整個裡面 81年 我去 81年82年 我去到南 我嚴格講 這一次旅遊 這一次的旅行 是我很 就是我自己 每次嚴格講 常常出國 我就覺得出國 就不是 都把它當作是一個苦差事 這一次出國 我是新南去 新南去 很奇怪的 我們到了南非 在行程裡面 到了南非 南非 我們有印度考的行程 對 但是我們沒有去普提蓋亞 我們是從南非 的開普敦 然後才臨時加行程 要去普提蓋亞 就是那個佛陀正道的地方 那個這樣 我跟上次 如果你有修過我的課 在講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他們的話在那邊 都還在那邊吵架 到底要不要加這個行程 因為加行程 要交錢 有的人就不願意交錢 那這樣的話 就鬧得很不 就有一點不愉快 不愉快 後來到這個地方去 前面的我就不談 我們就知道 後來真的就成行 到普提蓋亞去 我們會到普提蓋亞去 就釋迦摩尼佛 成到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 我們的行程表裡面 沒有這個地方 給我們團員的時間 沒有這個地方 東東都沒有 只有團長一個人知道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飛到那個地方去 飛到那個地方 大概笑 連離吃飯前 大概兩個小時 離吃飯前兩個小時 你問我看 我自己身 我不是很放得開的喔 兩個小時 到那個地方 兩個小時 我居然可以走出旅館 就是沒有目標 就這樣一直走 走差不多40分鐘 就走到這個地方 就走到這個地方 沒有目標喔 就是像 那個印度 印度是一個語 印度的語言 我跟各位講過 印度幾百種語言 你不要覺得說 你英文通就可以到印度去 哎呀 那像像印度的方言很多 所以我不能跟各位講嗎 做那個像我們閱兵那個 一個車只能做兩個 一定要帶一個翻譯 根本都沒有他辦法 他就因為他的方言多 出的方言多 所以我敢下了旅館 敢這樣一個人 差不多走40分鐘 就這樣沒有 漫無目標 這樣去 就走到這個寺院 這個寺院 他外面收錢 我是最後一個被收錢的 那個人兩個收錢 收了我的錢 他就離開了 他們都下班了 就讓我進去 讓我進去的話 我第一場就這樣 放一圈 放一圈 那就是以前 這個以前是我住過的地方 第一次 然後又要趕回去 也不是很大膽 就這樣繞一圈 我就這樣 錢也給他收了 那個入門票 我到現在都還留著 然後就回來 回來就趕人家吃飯直接 吃完飯以後 大家反正就在旅館裡面到 我又跑著去 當天晚上我又跑著去 這個圖裡面有沒有 就進在這裡面 當天晚上住持就跟我照相 住持跟我照相 再不知道哪一本金有 或者我下一宅 住持 然後就基同押獎 我們兩個這樣 相見歡 住持就跟我聊著 晚上 這樣就回來 第三就是 隔天的早上 所以我當時就說 下午才去喔 第二天這樣放著就要走 我這個地方進入四次 第三次進去的第三次 清早 一早起來 我就去 這個地方是不對外開放 我就把它 就讓我進去了 就讓我進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進入到這裡 就平常不對外開放的 這個這樣就回去 你也能夠留下照相 這也是很殊勝的 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就回去吃早餐 吃早餐以後 就大概9點一般 他們包關的旅遊 大概8點9點 9點的時候 吃完早餐才慢慢的再開始旅遊 第一站就到這個地方來 就是第一次 去以後 你知道嗎 那個叫我告訴各位 立法院的秘書長 叫郭俊次先生 郭俊次先生 郭俊次先生 因為他是跟 近新長老的 學的學佛法 他都來了 他太慢了 大家都整個 整個那些東西 然後在車上 回車的車上 他說 他就問問 我們在那團 就八九個人 他問你們有沒有感觸 我就跟他講 我這樣我這樣 他說民中 那你的話 你是跟本師佛是有緣的 那下我完全還沒有接觸佛法 他說你跟本師佛是有緣的 這印心 回到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掉眼淚 他就回到我的家 人生很難得 81 你跟我81年之前 我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 這佛法裡面 我在住這佛法之前 我一部也沒有看過 你這人生活 他不是這樣 就近佛 不是81 83年我就近佛 還有一個姻緣喔 那就講裡面 你就 就是印心 這個印心 第一次 人家跟我講 是郭俊志先生 因為他自己 他自己的話 因為他跟印心講 那不然學多久了 立法院秘書長 他問問你們每個人感受怎樣 我說進去的話 我就那邊掉眼淚 反正我就跟他講 然後民眾 那就是佛教的印心 我第一次聽到 這個叫做印心 他說 我又跟他講 我進去我來四次 他說你怎麼第一次 你就應該跟我講 找我一起去啊 我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也不知道要去那個地方 我們 我去這個地方 是回來以後 去對地圖 才想 我去菩提蓋亞 我去那個 那個哪個地方 我不是說 去的行程上 有講我要去那個地方 居然不是這樣喔 我學過 這樣的話沒有 沒有什麼積極 你這樣就說 哎呀 你要去菩提蓋亞 你要去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因為你要去 你事先都已經看過 我去的話 這個回來 我是慢慢對的喔 你看我還能夠帶回來那個 人生的事情 只是沒有辦法 那個 那個東西 所以要真正的有緣 沒有緣 就在這個地方 那回來 就逐漸就顯現 我根本是 緣的話 就慢慢 下次我有紀元 我再跟各位談 講這個印心 那不是很 就是很自然的 沒有什麼 你自己就回到 你自己的那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回來 常常回來 我常常又會到那個地方去 那個好像就是我 就是我的家 在那個地方 有因緣在那個地方 OK 就跟各位講印心 那下一段喔 下一段 波羅波羅蜜 也不能談太久 這個 第一波羅蜜 是指修行六度 就不思實際忍路 精進禪 禪定波羅 由波羅蜜來當引導 才能修成無肉 翻過來囉 204 無肉的成火果實 才能夠達到解脫的 解脫的彼岸 所以在六度幻形中 波羅蜜 是被稱為第一波羅蜜 我跟各位講 不是不思嗎 所謂的 你要當波羅蜜當前頭 你不能忙 那這個很重要 在這個地方 那他的波羅蜜 即為第一波羅蜜 市民第一波羅蜜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諸法 這個三句式 你還不要緊張 我跟各位講過 出現十一 多少十九次 十八次十九次 你不要緊張 因為的話 傳統的說法 都是假地 空地 那個中地 你講講 那都是法師這樣講 我大概最後 因為千百年的佛經 如果都這樣解的話 這樣解沒有錯 那千百年的 因為後面還有 我會留在後面做規結 那你這三地 你一定要弄熟 但是你不要用假 那個 你人家在講說 假地 空地 真地 反正解經你就假地 空地真地 你就這樣解 有這一套是沒有錯的 但是如果只有停在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講的話 在一個經裡面 會講十八九次 這也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真的是太浪費了 在那整個裡面 你要怎麼去把這個三地 把它搞回來 就好像波羅一樣 你要把它搞回來 是相同的情形 那個是廟用無窮的 到現在 因為現在後面還很多 不要急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看這三地囉 即為第一波羅蜜 是明第一波羅蜜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諸法 因緣所生 原生相生 原滅就相滅囉 無有自信 當底極空 無有一法可得 第一波羅蜜 也是明 也是明假施設 就是假地嘛 法性施設的話 引導前五度驅入 十項波羅的修正 十項波羅是無聲的境界 無聲境界就是 非取著相正德的 所以第一波羅蜜 也不是因取向著著 只是名字叫做第一波羅蜜 故說幾位第一波羅蜜 世民第一波羅蜜 我告訴各位 前面這個到講的話 這個叫做波羅的禮體 下面的話講忍入 這個叫做真實修行 上面的話就是波羅的禮體 跟你講一大堆 波羅跟你講到沒有 你抓到東西嗎 抓不到東西 波羅的東西叫跟 你要關照波羅蜜 你大概也是用兩個關照的時候 十項波羅的時候 唉唷唉唷 有些血信給我 要跟我談這個 我說還要談 也不要談太多 要談這個 都是談空的 那些東西 反正你做那些東西 你自己悟到一定境界 你就會知道的東西 你沒有悟到 我一直跟你講的話 你那講話 那你也不太懂 下面就是真修波忍路 第一今天第一次跑出忍路 在金剛經裡面有沒有 布施慈介 今天跑第三個人路囉 布施第一個跟你講 無相布施 他一直跟你講布施 我不是講這金講十一次嗎 那上次的話 不是慈介修福嗎 第二個 今天跑忍路囉 波羅勁 當然波羅勁 那當然波羅是跑出來的 慢慢的跑 來忍 忍就是能忍的信 路就是手忍的靜 內心的包容為之忍 外心的恆逆為之靜 忍路是忍受一切的不如意與痛苦 一般分為深忍 深忍這個話 什麼叫眾生忍 深忍就是你看 深忍、法忍、無生、法忍 這三個喔 你要把它弄千萬 深忍的話 你就是對人 對人 忍受他人的無理相加親近 深忍、對眾生 有沒有講 眾生沒有那麼容易喔 第一個的話 就是你對眾生的忍路 簡單嗎 第二個什麼叫法忍 法忍的就是眾生以外的 所有事物的忍路 包括太冷、太熱、環境 信什麼的話 這個都是罰忍 有的人你看 你看看 你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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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罰忍 那不是 第一個是深忍的眾生 你對眾生的忍路 第二個罰忍是 你對所有事物的忍路 你對深忍、法忍 你能夠接觸 你接觸 結果第三個 就是無生罰忍 無生罰忍的話 你也沒有 你看什麼叫無生忍 就是信心經濟 一念不勝 一念 這個一念不勝 就是壓抑 不是壓抑的 也不是沒有想法 沒有覺知 而是一切雜念不起 法忍的話 就調掉一切萬緣 不見生忍、不見法忍 忍之不生不滅的真法性 這叫無生罰忍 無生罰忍 你就說 沒有人 我們沒有你認 沒有人 你把我們扯著 沒有什麼 那叫無生忍 都沒有 這個就是空的 那叫無生罰忍 所以跟這個無生罰裡面 我告訴你忍 前面兩個就好 我對大家 沒有我們修活在 我們都是一起同修 我們要一起進入 進入聖流 前面兩個寫好 寫下 後面那個慢一點 第一個 生忍 你對眾生的忍辱 你能不能修成 第二個 你對法忍 能不能把它修成 能夠修成這兩個 然後再去談 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你先要進入聖流 然後才講那個 那個第八第 你聖流都沒有進去 一直講第八第 一直講成活 這個也是一樣 先眾生忍辱 要當做目標 然後事物 要當做目標 環境 當然有 舒適的環境 當然很好啊 沒有舒適環境 你要怎麼去克服啊 你不能對抗 你對抗的話 哪個 我不跟各位講 你對抗 那個從那個 那個六祖談經 你就可以知道 對抗的話 要表示你當時是好像了不起 過了時代裡面 人家通通把你萬光光 你就沒有增長 是一天到晚在對抗 那不行 不行 這兩個 我就跟各位講 我沒有要 無聲華人很重要 但是 生忍跟法忍更重要 我們心裡 不要一直想著 要做無聲華人 你生忍都做不到 華人都做不到 只無基礎 在你講會講頂頭 那個都是不切實的 OK啦 好 所以的話呢 所以的話 發心修的人 必須認真修持忍路 的功夫喔 因為波勒 是要忍路 才能夠長大 忍路的話 如果你依照波勒 去忍路的話 你會資深 會成就 對人為的加害 就是生忍喔 你能夠忍受 忍人的 忍人家的侮辱 陷害 對自然的變化 也要能夠忍耐 如忍樂 這個叫做法忍 忍樂 忍耐寒 要能夠適應 這個叫法忍 飢餓干渴的話 要能夠自處 看你要怎麼想辦法 看怎麼樣 我們現在在地上 在地上的時候 我們看得如何 能夠生教 能夠逃生 這個都法忍 你總之要有辦法 對佛法 對佛法的修持 更需要堅忍 在還沒有得到法喜 功夫 善慰 得利之前的話 修行是十分辛苦的 修行如果一下的話 都很輕鬆 大家都跑進來 辛苦就是 甜頭沒有吃到的 之前的修佛事 像如果你看到大法師的話 因為像 像我跟各位講 像這樣的話去 去佛地蓋這樣的見我 我會很辛苦嗎 那個前面的話 人家都好像 你一條自然的路 所以你就本身就這樣走 就你沒有什麼那個東西 所以你剛開始修佛事 你要打坐修訂的時候 你會腰痠 腿麻 你會 你坐下去 你會昏沉 會睡覺 必須要漸漸克服 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會越走越來越喜歡 所以忍路是六度的中心 他是十分艱難的 大聖菩薩必須進入無聲法忍 才能證得聖果 所以你現在開始要進入聖菩 忍路的修詞 擺在金剛精的中心 世尊併集了兩件事 親身的體驗 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們修六度都應該三輪體空 修六度忍路肚實 要能夠內無忍忍之心 外無所忍之境 中間更沒有忍路的事物 世尊告訴西伯地 真正悟道的人 曉得忍路波羅蜜 本身沒有個人 如果你堅忍的那個念 以感受在那裡的話 就已經不是忍路波羅蜜 所以你能夠忍路的話 你的心田 你就會像太序一樣的畫鏡 就包括很多 如果你能夠你的信地的話 也會像海納百川一樣 一念不勝全體本線 各位的話你不要緊張 等一下 推身論的時候會講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忍路在金剛堅 講兩次 十成最後面的話 好像在哪個地方 最後面他還會在一個一個一個地方 會告訴你 十成二十八章 他會跟你講得成於忍 所以的話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如果要看一下 看一下二十八章 二十八 我當時沒有畫多字 二十八章 那有沒有得成於忍 三百七十頁呢 那沒有關係 你下次會看 經文就在後頭啦 就會有得成於忍 這樣的句子 所以他太重要了 而且的話 修忍路祭的話 誰的祭子最漂亮 三百六十頁 那沒有關係 那以後的得成於忍 誰的祭子最要大學 彌勒菩薩的忍路祭你要學 因為那彌勒菩薩的忍路祭是什麼呢 是韓三十德問出來的 那個忍路祭呢 那個剃脫在臉上 剃脫在臉上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的手腳拿起來 這個人他跟你講 剃脫在臉上 讓隨他自甘了 你看看他 他怎麼修忍路度 那還沒有 因為今天還沒有講完 所以不要急 不要急 那下一個囉 下一個的那個看 什麼原因呢 世文佑對西埔黎說 如果席為割立王 割結身體時之後 割立是泛語 中文翻譯為極餓 割立王就是暴君 真帝法師把他譯為 加領且王 玄戰法師譯為結立王 易敬法師譯為那個 結領且王 如果以前還未成道的時候 被割立王切割分解身體 我一耳師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受我相 割立王割結我身體的時候 我沒有我人等事相 因為無我相 才沒有我侵害的我 無人相 才沒有被害我的人 無眾生相 才沒有這些差別的之相 無受的相 才沒有執著不捨的之相 我一往昔 接接知解釋 若有我相 人相 眾生相 受我相 那個時候 假如有我人等事相 一定會生起 翻過來喔 生起怨恨的心 忍入這個地方 結結之解 結結之解也會 會有一個專論在這個地方 忍入包括忍受一切的痛苦 個體所承受的痛苦 一旦達到沒有忍的境界的話 無所忍的意境的時候 自然無所謂痛苦可言 甚至可以苦中作樂 這才成就忍入波羅蜜 世尊說 當我被割立王割結身體的時候 無我相 無人相 無眾生相 因為他不執著這個身體 是屬於我的 因為這個身體 我跟各位講過 到後面是共用的啊 我們的身體 只是暫時的擁有 沒有辦法永久的佔有 理解這個道理的時候 你在實際應用上 才能夠性精清淨 如果你對這個上面的話 忍入那個 就是你把它了解的時候 你現在衛進有比較輕鬆 你去做傳統的衛進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知道的 知道這種義理的時候 你的身體是共用的 你就跟自己講 大家進來的時候 那個 你如果有這種境界的時候 你做未進 自當境解答的時候 就能夠領悟這個道理 態度就可以充能多了 整個裡面 這個叫節節之節 節節節 看起來有時候 因為後面還有一節深論 在講節節之節 各位知道嗎 因為有的時候 節節節你就是 因為這是在 大盤捏盤經的故事 就是 是在某年我去讓 這樣寫餅 寫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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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去讓 砸腳砸手 叫節節之節 然後下正會談 你知道嗎 歷史上因為 談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看歷史 你看明朝 明朝的節節之節 因為那個酷刑 你看其中有一個人 你在讀歷史的時候 袁崇煥 各位知道嗎 袁崇煥 袁崇煥這個人 有的時候 你的態度 你就會改變了 袁崇煥在清入關之前的話 大概清一直想打 入關的時候 都不順遂 那下的話 袁崇煥很會打仗 很會打仗 所以清庭的話 根本都沒有辦法 那些康熙 之前的那幾個皇帝 都沒有他辦法 後來用緩奸劑 用緩奸劑 緩奸劑的話 那個 那個 袁崇煥處在昏庸的那個 那個 神宗那個時候 好久都不上朝的 那個時候 都用緩奸劑 結果 袁崇煥各位怎麼死 各位知道嗎 他是在 在四場被人家分解 肢體 所以你要知道 在 圖一四 都分解 就在解解之解 這樣 你當時 當時歷史上傳的 那個出來 拜死的傳說 一個人 這個在佛經上講 因為叫講解解之解 你知道嗎 一個人的身體 大概 當時緩衝到這個時候 刺三千刀才有命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 看毒死的時候 你會 會 會 那個 然後 袁崇煥有沒有平反 在明朝末的 他一直 他認為 他是背叛國家 是出賣國家 被人家在 塗一試 被人家吃解架 一直到 清朝 把朝廷 建立起來的時候 康熙皇帝 他們才公佈這段歷史 因為他們為了 為打入金城的方便 來用策反的 把他 等於是 是說他已經 想那些東西 才把那些 還他忠誠的位置 有的時候 你常常講 人生 就是你在處的時候 你處在 所以你要在輪影的時候 有道的時候 你要怎樣 無道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 不是你就淫昧的 就是 你淫昧的 你做事情有進退的 你不是淫昧的 我從這個地方接知 我要跟各位講 你做 你處在有道的時候 或是怎麼處處 在無道的時候 你不能亂講 滴滴滴滴 這樣來 你要看很多東西 上次我也跟各位講過 像那個戴團結 我們真的很多東西 你都要活用 要看自己的靈光 要看哪些東西 接著自己 讓我很深的感觸在這個地方 一個忠誠 你的 你被人家 還你忠誠的時候 你的屍骨 而且 換朝以後 是下一代的皇帝 人家那個才 還給你講 那一段的話 是因為我們不得不這樣 要不然我們攻不進去 你的冤枉多久了 整個裡面 我們又翻回來 因為今天的有重點 下一段的經文 我要跟各位講 206那個 我要讀一下 西埔提 又念過去五百世 做忍入仙人 那個是仙的古字 就仙人 那個簡單的那個 的古字 余兒所事 無我相 無人相 無重人相 無受我相 這個翻譯的時候 你看 又念過去五百世 做忍入仙人 如果是一世的話 是三十年 五百世的話多少 三十乘以五百 等於多少 一萬五千 三十乘以五百 一萬五千 那這樣的話修一個 你就說修辭的話 修一個忍入度 要一萬五千年 給人家的信心 好像就變成 哎呦沒有那麼容易 那一萬五 我們是四人 他說七十年 八十年 你看一萬五 你去修 這樣修辭的話 所以三大二生七節 都會把人家的信心 那個地方 而且這個剛剛翻譯的話 有一個缺陷在哪個地方 各位看一下 又念過去五百世 你如果是講是 時間的話 你不要那個余之 又念過去五百世 做人入仙人 那個地點的話 才過去五百世 但地點的話 有沒有余的 有沒有五百世這個地點 但是你用惠儀的方法去 好像的話 又不是地點 所以這個地方 常常我做 你看我下面的花音 我做這個 我就把它跳過 我不敢給它翻 因為我自己沒有把握 你看仙 就仙的古字 世尊繼續說到 西埔提阿 回想過去 我做人入仙人 做多久我沒有給他寫 如果照那個五百世的話 就要做一萬五千年的 忍入仙人 這樣收 我們這裡慢慢來 我們這一世人 做忍入仙人 就要一萬五千年 這樣對人家的信心 剛才想想好像就很長 但是我又找不到那個是地名 你懂我意思嗎 我就 稍微就好 做忍入仙人的時候 於那個時期 我就給他跳過去了 我沒有給他寫一萬五千年 也多長 專修忍入工夫 的確達到了五五像 有沒有這個地方 蔡老師 你的五百世不翻 翻的話 魚又像地點又不像 五百世的話 我又覺得很長很長 這樣的話 忍入仙人做萬五年 這樣這個要咕咕咕咕咕 好就下面 下面重點要請你勾起來 下面的經文 請你看第二個地方 不應注射身心 不應注身相未注法身心 因生無所注心 這個地方 從那個翻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嚴格講 我就不要翻回去 因為這樣減時間 第十章 就146頁 前面不應注射身心 不應注身相未注法身心 都一樣 但是的話 因生無所注音前面的話 第十章是 因無所注而生其心 有沒有 你在146頁 你如果翻得很快的話 第十章146頁 就因無所注而生其心 不跟各位講嗎 一般人修持的 你如果現在沒什麼 你在寫書的時候 都寫這樣 因無所注而生其心 就寫這樣 讓後面的時候 因生無所注心 是不一樣的 好我讀一下囉 所以西菩提阿 菩薩因離一切相 菩薩的修行 因離開我之四相 法之四相 公之四相 三個囉 不可有任何執著 發那多落三秒三波聽 要發起無上正能正覺的 二零七道的菩提心 而不注向 不應注射身心 不應注 不應該執著於有心 有色的物質四相 生出貪愛的心 不應注身香味醋 身心 不應該執著於聲音氣息 味道觸覺境界與物質 要生出貪愛的心 聖能用心如敬 不將贏送 不將就是不送不贏 那個將就是送的意思 就不將不贏的 不送不贏 來就來 來無所年 去也沒有蹤跡 所以有人就因為這樣悟道喔 令人體兩點 所以悟原來 原來的時候 原句道的時候 你要把握住 原善的時候 你不要 善了你一天 你不要一直被 讓原善的時候 還在黏在這個地方 我常常用實力跟各位講 我這個地方又花一點 是跟 我就把它升起來 你要知道嗎 原句原來 教的時候 你要好好把握住 那原善就是散掉了 散掉你不要一直一直 就好像跟著 跟著原去喔 跟著原去是不可以的 那就整個裡面你要 原善就已經散掉 那你要如何 如何去除 要那個 因生無所住心 這是經驗喔 與第十章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調換蚊子而已 異理是盡同的 等一下我會 我會深論這個 若心有住 則會非住 若有所住的話 真心已經走動 就會落入分別取捨的對待 就不會回歸 如如如不動 這樣的真心 就不能安住 而到無住的本位 修大勝佛法 應該用自卑雙運 僅此 有般的智慧 才會去除人我事項 不勝執著 能同體大悲 才會發心廣大度眾生 出離生死苦懷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 真正的那個 阿諾多羅三表三補提 今天還很多 來加快點 事故佛說 所以佛地 佛地就是 有的時候佛 這個佛大的佛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 我們收佛世界的 凡夫的布施 大多是住相的 所以佛說 發現行菩薩道者 不應該有任何事項上的執著 而行布施 心不要住 而不要去執著這個布施相 不要住 不應該住到 下一段 翻到下一頁 二零八 世尊又說到 西佛提亞 發補離心 行菩薩道的人 為利益一切眾生 因如是布施 因不住 身相未處法 布施 因為不行布施 無法利益眾生 行布施的時候 如果有住相的時候 會對眾生起分別心 有的你就分別心 好的 你就給他多一點幫助 有的你不給他幫助 前者又有多給少給的差別 無法以平等心 對待眾生 種下的業緣 菩薩行布施的時候 因發廣大心 以長遠心 不住一相 以平等心 利益一切眾生 如來說一切諸相 即是非相 又說一切眾生 則非眾生 為什麼利益一切眾生 又要不住相呢 因為一切相 原生 相生 原滅就相滅 當體即空 即是非相 這只是因緣合合 戰體的假相而已 這個相不是長處不變的 度眾生 也是從因緣而起 所度的眾生 也是個假相的眾生而已 所以說一切眾生 則為眾生 下面經文裡面有五種語言 真語實語如語 不狂語語 不義語 你可以把它勾起來 你如果寫佛教的文章 會常常用到 世尊的話 就是真語者 講實在話 實語者 正道什麼 就講什麼 如語者也是這樣 就那個 不狂語者 不義語者 這五語喔 這五個語 如來是真語者 就如來所說的語言 是真而不忘的 是實語者 它是實而不虛的 如語者的話 就是如守正 然後來說 一切法都經過心正 我不是跟各位講嗎 你有正道的 你可以講 沒有正道的 盡量不談那個 這才能夠說得出來 不狂語者 就不打狂語 不驅狂眾生的話 不義語者 不會說前後不相同的話 那有的時候是依照 真實的道理而說的 為度不同的根基的眾生 有的是全巧方便 但絕對不會是自相矛盾 這五種殊勝的語言 是要遮止我們的疑心 下一月囉 二零九 教導我們的信心清淨 確實相信真正的佛法 真造法是這樣講 真就不畏 實的話就無虛 如的話必當理 然後不狂的話 就不畏妄語 不義的話 就始終如橫一 聖言不謬 故意修行也 這五個無中語言 也是我們要修行的 講了說盡量 就是要照這五種語話來說 如來所得法 之外無時無息 如來施教的話 一時說有 一時說空 細微眾生的需要 全巧方便 但如來所得法 既沒有實也沒有虛 無時所以要遠離一切下 無所知著 無虛意 所以要廣行六度 寡度化眾生 莊嚴菩薩的陰地 如來所得法 以無時故不住有 以無虛故不住空 是故 是空真空還有妙有 妙有即真空 真空則離向無助 妙有則廣修善法 那下一段 下一段告訴你 最後一段 還有倒數 世尊進一步告訴虛彼 若菩薩心 註於法而行布施 你註法在行布施的時候 就好像你到了暗的房間去 就會看不到 就無手見 暗的話通暗 黑暗不亮 虛菩薩道的人 你如果心有所住的話 有所執著的時候 你就會被誤轉 行布施的時候 你不能三輪體空 牽引出來 你有愛真的情緣 把它加進去的時候 你就不能安住於 無時無虛的平等慧洲 心住於法而行布施 我人等事項沒有除掉 這樣只能得到有肉的福報而已 所以說 如人入世 入暗 則無手見 那你如果住相者 就像進入黑暗的房子 你想要找尋無露的珍寶的話 眼睛就看不見 就是圓木求魚的 那修菩薩道的人 你如果不住法而行布施的時候 你就一切都不執著 不住法一切法而去行布施 無助修行 能夠相互忘心 翻過來囉 安住真心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就像人們張開雙眼 在陽光普照下 清楚地看見各式各樣形色 那這最後一段 那個 當來之事就將來的時代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以此境受職讀誦 假使具有善根的男子或女人 能夠念讀奉誦金剛經的經文 信受修持金剛經的義理 這位如來以佛智慧 西之世人西見世人 以佛的廣大的大智慧的話 完全了解這樣的人 完全的洞見這樣的人 藉著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都可以證悟自信的如來 就是成就無量無邊的功德 經文我們消完了 那今天有三個名詞 你要知道 有一個詩項 有沒有 一個詩項跑出來 你不要一次就很緊張 有一個功德跑出來 告訴你今天又用了一個忍路 忍路六度裡面的 又跑出一個忍路 這三個是到金剛經的時候 初學的人 你老修你已經都用過 這跑出這三個 那下面要推的第一個 就是忍路波羅蜜 我們引用的那個是 沈加森居士的那個 因為不是忍路都收完 只是說大體上進路 你要大概你要知道 忍路的話很重要 忍的話還有寒容 有暗耐 有堪受等義 忍的話就是欺污 顛污的意思 忍路兩個字合用的話 意義範圍會大得很多 他指的話 忍受責任痛苦 煩惱跟欺污 包括忍耐 你要受煩 你要受苦 要受路等等 通常說忍路負重 強調的是負重這個字 甚至沒有一絲 失失受路的感覺 無論做什麼事情 都要有耐心 缺完耐心的人 縱使條件再好 也難以成就大事 世尊在金剛經理 特別強調布施跟忍路 這兩件是修行成敗的關鍵 俗話說 做事難 做人更難 古代社會很單純 做人的話就已經不容易了 現代社會這麼複雜 做人尤其困難 從前的教育 著重在教導做人 現在的教育的話 就是著重在教導做事 因而很多人對自己的情緒 沒有辦法掌控 然後掌握控制 忍耐對現代人來講 顯得特別重要 古人將忍的話 一般分為利忍 就是壓制忍受 暫時相安 這是古代傳統幽靈女性 利忍 就是要利忍 妄忍的話 就是雅量容物 忍楚禄 然後就好像沒有一樣 凡忍的話 就是反己自責 不願天尤人 官忍的話 就是外人內生皆打盧夢 西人的話 又喜其能成就我的利忍 這個是很高的境界 慈忍的話 就是臉筆加露的人的愚痴 而花怨化 那下面呢 沈家正居士 把這個忍入分四個層次 因為這是他寫的東西 我跟各位講 在他沒有讀之前 你文章寫到一定境界的時候 你在做用子選擇 盡量不要太長 你太長的東西 讀起來就不太容易讀 你懂我意思嗎 你看有一般人 文章寫得很好 他都不會很長 這樣讓人家讀一下就可以受 老先生寫的就比較長 你看 第一個是強迫忍入 強迫忍入一讀 你大概就知道 你看 實在忍無可忍 但又不能不得不忍 否則會死路一條 這種忍入只是表面上的強迫忍受 其內心往往是十分的怨恨 這種強迫忍入 這種強迫忍入會造成極大的助長 惡陰的緣 從英國的觀點來看 強迫忍入是最危險 也是最悲哀的境遇 第二個是勉強忍入 你不這樣還不行 在普通的情況下 並不忍入 但若有受人侮辱的情況 即使是極小的事 也會引起反感 破口相罵 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 方才忍受 譬如在上司的面前 你不能不得不低聲下去 或者想要做成這筆聲音的時候 你總要忍一口氣 或者在不好意思的場合下 你就是嘴巴閉起來 你就緊著嘴就不響 心裡面還在嘀咕嘀咕嚕的 整個裡面 這些都是勉強忍入 勉強忍入還是會造成助長惡因的緣 可貪的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 連勉強忍入都不多 往往是韌性發脾氣 可以為一件芝麻小事拍桌破果 造成滋長惡因的重要助言 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一旦的話 你把爆 你以後爆回來 你已經爆跳爐蕾之後的話 發脾氣之後 即使是你有道理 或者是沒有道理的話 跟人家道歉 因為那個痕已經裂開了 你懂我意思嗎 你一旦把那個脾氣爆開的時候 那個痕已經裂開了 裂開來再去補的話是困難的 所以你強迫忍入 勉強忍入 第三個是明依忍入 你因為這是明白的因跟元跟果 就是這三個因元果 你都有一個關係道理 而後知 換過來知道要忍入 是明白不忍會造成助長惡因的原的道理而忍入 是明白了忍入表面上看吃虧 而實際上是對自己的大有好處的道理而忍入 這樣的忍入不但不會造成助長惡因的緣 而且往往能做到 將侮辱者當作善知識 做恩人看 由此的話更建立了知長善因的緣 明依忍入挺要緊的 一點是並非僅在外表上忍 而且要在內心中要明理 這種從內心自發的忍入的話 可以不讓那個懷恨、稱怒在心裡升級 最後一個是無相 這是最高的無相的忍入 我在金剛經說他生前被割結身體的時候 沒有稱恨 因為他已經沒有我仍眾生受者事相 所以名為無相忍入 要忍入而自己沒有在忍入的觀念 要忍而不自覺為忍 要心中根本沒有我在被入 也沒有我在忍入的觀念 這才叫做無相忍入 沒有事相本性如如 自然談不到造成助長惡因的緣 這是我們學活的人 應該建立這樣的理想 這也叫做忍入波羅蜜 第三個明理那個 明理那個你可以叫做惡緣的善知識 因為有的時候像夫妻 像姐妹兄弟姐妹 那個的話 因為有的時候 像壞的那通知的話 因為他的忍入可以助長你的那個就是修 你的逆緣的善知識 有沒有 那也是可以做你要最後一段 現在社會局劇變化 價值觀也有轉變 忍入的拿捏更要注意 我們必須適時的尊重 接納別人 身為長官的人 要接受同仁意見的雅量 傾聽是很重要的領導藝術 身為療屬的人 應該把部門 部門視童擠出 意識不吞吐 勇於擔當忍入負重 下一個是講哥立王割結身體 我們看讀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在哪個地方 大波捏坂記著 釋迦牟尼國上了菩薩的時候 有一天他在山洞座談休息 哥立王率重非公里出遊 倦耳少氣的在休息 諸女無意間來到釋迦牟尼國休息的地方 那菩薩為他們 為斷了他們的談議 對他們說法 那哥立王醒來的時候 看他的隨從的話 大家都跑掉 所以的話就追尋到這個地方 他就怒著他說 以何患術誘我的諸女 把我的這個旁邊的那個女 都要拐到這邊來 那菩薩說 虞諸女色的話 實在我是沒有貪著的 那王國王就說 因何見色而不貪著呢 那菩薩說 我是持戒的人 那王又說 你為何為持 什麼叫持戒呢 那個釋迦牟尼國前身就打印他 忍怒就是持戒 那哥立王聽到忍怒的時候 叫怒而拔劍 就對他的聲鼓咬下去 咬著菩薩 刺中菩薩的身軀的時候 問他說痛不痛啊 菩薩痛不痛 那菩薩就打 吃不痛 他回來跟他講不痛 王更加生氣 這個時候更加生氣 所以將他自己的手 手腳耳鼻的話 節節之節的 就剪到這個鞋子 就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 又問他疼 又沒辦法疼 就這樣 過來就把他剪皮痾 過來就把他剪皮痾 過來就把他抖手 這樣 這個叫問他 人否稱恨 你會怨恨我嗎 菩薩說 我尚非有 我自己的事項都沒有 哪裡有來怨恨呢 告訴他說 你放下獨刀吧 可以立地成活 這個時候菩薩已經奄奄一息了 四大天王的話震怒 狂蜂大起 飛沙走石 菩薩就恐懼 跪地求勞 四十的話 菩薩發怨 菩薩自己就發怨 若我失誤稱恨的話 令我此生恢復如故 他做事事宜的話 他的身體的話 就恢復如初 菩薩目睹活力的話 頓時花心向善 菩薩再發怨時 若我成我首先度魯 所以這個是菩薩王首先度魯 各位知道 那是菩薩王是哪一位 就交成魯 首先四大那個 到那個那個那個 陸也冤去度那個四大 這個菩薩王就是 就是他的前身 交成魯的前身 對於教授割結身體的考驗 是說以無我能重 我能等相 不見有我身割結 亦不見有王為有割結 也不是說笨的 笨到都完全都不知道 一切分別都無所有 這樣的話就是三輪體功 才能夠真正失忍入菩薩蜜 有生人就問 狂暴蜜蜜蜜 他說如果是為菩薩王割結身體 其意怎麼樣 蜜蜜說 先人者就是你的心 菩薩王就是好求 不守王位為之貪力 就是好求貪力 如今學人的話 不積功累得 見者便你學 看到什麼都想學 你跟菩薩王有什麼不同的 你看到什麼都想學 如見射的時候 卻壞仙人的眼睛 如紋身的時候 你壞仙人的耳朵 就像壞仙人的耳朵 乃至絕世的時候也是這樣 這叫做結結之結 你看這個出家人很會解釋的 他的結結之結是這樣解釋 黃墨虛運壇師也是了不起的 深造法師這樣講 割者就是會的別名 立的話就是論 認也 揮謂世間的刀 王者的話就是你的心 用會刀去割結你 無明煩惱之身 所以你聽法師在講話 他就不是講我們這樣 他就不是用內阪金的講法 他是另外有沒有 那這兩位法師的包括深造法師 跟黃墨虛運壇師的話 他就不是我們講的那麼殘忍 去割耳朵 割鼻子 他也不是這樣的 他這個整個理念 世尊善用闢育說法 而有闢如金 白玉金 法華金有闢育品 換過來囉 闢育品的話等 如果任言金中的話 我告阿難說 如來也今日的話 詩焉告辱 諸有智者要以闢育而得開悟 世尊以法華金云 我從成活以來 種種因緣 種種闢育 廣眼言教 無數方便 引導眾生 令儀諸著 世尊演說金剛精 如我割離完割結身體 就是屁育耶 五百四各位看一下就好 當相簡直如果有時間再回過來 那我現在我要先推論一下東西 推論一下今天的東西 因為今天的東西 剛剛各位勾起來的 因無所住而生其心 有沒有 不應住這個身心 不應住生將未住啊 身心 因生無所住心 上一次我們推過一點點 今天的話要加加推論 這就是無住身心 我今天本來講兩張 就一張還沒有 所以今天當然沒有辦法了 今天我第一個要推無住身心 今天我第一個要推無住身心 就是剛剛我們來 因生無所住心嘛 因生無所住心 就是 因生無所住心 就是無住身心 就無住身心 我們無住身心的時候 我們不是講過嗎 先從無果禪師有沒有 那個無果禪師 那個人家送她 那個 那個一個元寶 四個元寶 還有一個娘 阿就說阿你得到 人那樣的 就要這樣 弟弟爸爸 就是來迎接她 就是你有得到果味 想要說 哪個果想見你 叫她去 她不貪那個果味 那無果禪師 我們講過囉 第二個不是 那個金碧 什麼 金碧 對 那個要一個波 那個波嗎 你看那個波 他就什麼 你看他纏著做得非常好 你不要動到他那個波 你根本就抓不到他 他就到三界外去了 動了這個波 他人就出現 你就告訴我們 這兩個是你要修行到一定境界的 你才做得到 有沒有 那個五果禪師的話 你一定要有那個果問 你一定要修行到那個地方 那個金碧風的話 你一定要纏定到那個地方 那個對我們來講 那個不算 第三個 我不知道上次不是講 第三個嗎 第三個的話 修行要從六根進 這個跟有關的 無助身心要從六根進 有沒有 第三個 那個不是最後跟各位講的 那個書冊嗎 書冊大家說 渡門幽座 我不是先講李純陽的那個六根修五度嗎 五根修六度 然後的話 告訴你就說 最後的結語是用書冊的結語 告訴你 渡門幽座 起任結境 讀得長的時候 才叫諸佛涅槃的話 都是從六根進 那我們今天就 因為這無助身心的話 也是從六根進 也是從六根進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你要怎麼呢 你要第一步 你要讓你的眼睛 眼睛要做什麼 眼睛就是純粹只有看 耳朵就純粹只有聽 你知道嗎 還有這樣 眼耳鼻的話 鼻子就只有香 我們六根 我們就不要一個一個這樣下去 現在都舉兩個 眼睛就只有在看 耳朵只有在聽 你不要這樣呢 你就讓你的感受只是感受 你不要去夾雜貪嗔痴的反應 換句話講 你這樣就不會再造作新鴨 新的禍漢 不造新鴨 換句話 這就是什麼呢 不注射身心 不注身香 未注法身心 你的這個也就是無注身心 你就是不能生貪嗔痴 那個習性的反應 再說一遍 等一下我畫一個圖 這也叫做真實的生性心 這個修行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把它這樣 你不是眼睛嗎 眼睛 你只在看 耳朵 我們就擠兩根就好了 耳朵就只有聽 好 你不要夾雜別的耳朵 就要夾雜 你不要掺雜 就下面喔 你不掺雜 你不能掺雜 貪嗔痴喔 你不能掺雜 這只是眼睛就看 耳朵就聽 你不要掺雜 你不要掺雜你的貪嗔痴 一個一個共 就這樣 完全要講 這只是感受 你不要夾雜貪嗔痴的反應 不掺雜的時候 你這不是嗎 你就不是 這就不注射啦 有沒有 這就是不注射身心啊 最後一句是什麼 最後一句 隱身無所住進 因為這樣 你眼睛看 那美女可以看很多 但是看的時候 你不要動手動腳 就想到哪個地方 看就你欣賞很多 耳朵你也聽得很多 但是你不夾雜你自己的貪嗔痴 所以你的話 你就 不注射身心 不注射身心 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什麼呢 你就不會那個 你就不會再造新的業 壞的業 你就不會再造新的壞的業 而且的話 你這樣的話 這個叫做 你不生貪嗔痴 習性上的反應的心 也叫做真實的心靜心 那你在 不造新鴨 那你現在再有能力 你這樣 因為這樣你一生 你會再有能力 再有能力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呢 修行是這樣喔 先把你的六根弄好來 我在寫兩根而已 眼睛就只有 你下次 你的眼睛只看 耳朵只聽 鼻子聞聲 你不要去掺杂有的無的 不要去把它擴大範圍 不要自己把自己 這個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你不要加上這個反應 一般人 我們看到美女有沒有 你就會想追擊 為什麼你通通都沒有 你不要掺杂 餐人吃 你就是我們回到我們的經文裡面 不注射身心 不注身將胃出耳的身經 你如果這個白的條 空的條 你就不會造新鴨 不會造新鴨 你不會造新鴨的時候 那你自己再有能力 你再去隨緣消就業 修行 秩序就在這個地方 你不要把它弄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難 所以這個整個裡面會很簡單 很簡單 就讓你的看 只是看 讓你的聽 只是單純的聽聞 讓感受只是感受 不要再產生 或者就你不要去夾雜 你的貪稱痴的反應 便能夠不再操心鴨 這就是不注射身心 不注身香未觸瓦身心 也就是無守住心 你不生貪稱吃習性的反應的心 這叫做真實的清淨心 你再有能力 就是 消 隨緣 注意這兩個字喔 我們現在 台灣的宗教 台灣的宗教是 可能都把這個當作重心喔 我們能夠身為人 已經是非常 在16章我會講那個 到後面 第16章 今天應該講到第15章 現在因為16章又是一個重點 可能他就今天沒有辦法 能盡業障 我們身為一個人 我們的 我們上輩子 一定需要很多的善 那個善的喔 不是 你那個已經非常 你已經能夠身為人 在 在十屆裡面 能夠當人的話 嚴格講就已經非常了不起 已經有非常 已經有善根在那個地方 你一天到晚都覺得你自己是 哎呀一天天天啊 所以我跟各位你一天到晚都覺得你自己 好像業是非常不好 哪個你能夠當人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還在做那些事情 一天到晚都在那邊 燦燦燦 因為又那第16章 的事情 所以你要把這個次序要弄 換句話講 看重的是看重現業 現業一定要修好 而不是在做一直在做那個消業的東西 那你要去消那個舊業障 再要業障 我如果有時間 我再跟各位講怎麼消 那個 如果你常常聽 我又會講 跟你講那個東西 那現在的話 現在跟你講 累生累世是怎樣 那些東西 你這樣 我問各位啦 我們現在如果是壞人 我們搶100萬 跟搶100萬 我現在去做 ㄎㄧㄧㄧㄧㄧㄤ usted 我就燒掉了嗎 你沒有 還那一百萬你怎麼 會 所以業就給你 消掉了呢 你上輩子那個東西 全人家那樣的東西 你現在都這樣 通通都沒有了嗎 那這樣的 гр 太容易了 那大家我們一天到晚都來做那個就好啦 要弄清楚 要 現業 現在的業 一定要弄得親近 不要現在這樣 現在最起碼最起碼是要這樣 現在你所有業一定是要這樣 這就告訴你 你從你的六根記嘛 他不是修行從六根記嗎 所以六根我們現在只記兩個眼睛耳朵 下面要寫的話就要一半的 又要加四個啦 我就寫兩個 鼻子那都不寫 你不要去掺雜有的 這就是掺雜的 不能你假假假假三 眼睛看 我好漂亮 好漂亮 你不要去 你沒有去動 那怎麼有關 我這個例子我也舉過的 今天我沒舉 我也就也舉過 你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加 加新鴨就這樣 這個就新的業 新鴨是新的壞業 你只有做善業喔 你只有做善業喔 你因為你做善業 你現在 你有餘力啊 你有餘力 你懂我意思嗎 你有 你還可以做夢 就多少做一些 你現在想一想 我以前做好像不怎麼那東西 就想去把它圓一圓 該還人家就還人家 我舉一個最簡單啦 這沒有關係啦 我不跟各位講啊 我再一個去要聯誼 你看把人家兩本圖館兩本書帶進來 你以為這樣 那你就要怎麼去還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還就業 你有能力啊 你有能力做這個 你就趕快去做啊 這樣才是 對於那些 還那個業的東西 能夠當面的 還在的 你要想辦法去還那些東西 如果已經不在的 那又是 不是 所有東西你這樣弄一弄 開開開 這樣通通都沒有 那這樣就簡單喔 那天天我就 宗教都不是這樣 我跟各位講 這是很簡單的喔 你無助神經就上次跟你講那個無果禪師 然後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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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碧風 第三個我就跟你講 修行從六根進 這是上一次沒有講完的喔 從六根進 那個從從宿舍這樣講 就接下來今天的無助神經這樣下去 你要把你自己 色 深香味醋 通通把它固定 不能給自己的 自己外帶的玉太多 把它弄下來 那你就不會造新鴨 你就現夜是弄得很好 有的話再做這個 下一步的話 這個之後 就是接著什麼呢 接著那根層布偶 根層布偶的話 根層 根層布偶又比這個更進一步喔 然後又跑到楞岩跟楞潔去囉 這個是固定他的範圍 那根層布喔 所以你去看那個那個 的大師 我常常最喜歡講 舉的那個就是你看那個 旭雲老和尚 旭雲老和尚的話 他到這一生 你只有可以 大概可以找到一戶 他快元級前三個月 才把眼睛打開來 要不然的話就跟國民政府主席這麼高的人就跟現在的總統一樣 總統見他面他也這樣 他跟總統照相他也這樣 他跟所有人照相 眼睛都不把眼睛打開來 他就根層布偶啊 OK 那這樣的話整個就下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今天時間喔 所以在忍是非常重要 我給各位舉一個例子好了 你如果不忍喔 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森林的有一個地方 那地方就 就 乾旱啦 那就是沒有那個乾旱 非常乾旱 動物的話都要搬家 動物都要搬家 剛好有燕子 天上那個大燕子 有烏龜 你看那烏龜是這樣爬的 要爬住漢地的話要不要爬多久 結果這個兩隻燕子 因為他們的好朋友啊 他們都有感情啊 燕子想要搬家 他一飛就飛到多遠去了 結果這樣要幫助這個烏龜 跟他們講說我們來幫忙你 就拿一根棍子 叫烏龜 烏龜啊 叫烏龜 水 把棍子打好 兩隻燕子各閒一邊 那個燕子一飛上去 烏龜也跟著上去 所以他們就飛得很遠去了 到一個村莊 村莊的時候人家小朋友一看的話 哎呀 你看那個烏龜被兩隻 那個大燕子已經叼到哪個地方去 烏龜想哪裡 我是被他們叼走的呢 他們是跟我要幫我 幫我遺跡那東西 他忍不住這個人家的績效 所以他要開口辯駁一下 一開口的話 從高空中都掉下來 忍喔 你以為忍很簡單啊 忍哪裡是很簡單 你要修行中的忍的話 如果忍很簡單的話 我跟各位講 劍道跟正道差別的 最大差別就是忍 因為劍道你自己是在這個地方 看你在這邊修在這個地方 那個你沒有那個到外面去 你一到外面那就是忍 最大就是忍 我這個地方也可以跟你講 忍的故事的話跟你講 那講三天三夜也講不完 人家講你當警長幹什麼 我就跟他學忍路 就學忍路 我告訴你剛開始你不給他當警長我才一天到晚就罵你罵你罵你 那你罵的話你要告訴你 我有一次在今天就這樣這個當最後一個一個故事 在車站 有一個女的大概四十幾歲四五十歲 他大概以前罵那個里長罵慣了 看到里長就沒有做事什麼那些東西 我在那邊這樣 我說你不要隨便講話 你要 你不要隨便講 你要講話要憑良心喔 他講兩句他怎麼講 他說里長怎麼可以跟李明吵架 我說你沒有憑著良心講話啊 那天早上我還在他家門擠 還把他撿一隻死老鼠咧 他說哪一個小姐 說你都沒有做事情 我說來我們來去對職 他在等車牌他就趕快跑掉了 那個地方我告訴你這個家忍 因為忍不忍是別人對你印象 他不知道那個人 他講那個叫叫李小姐 他一直要當警長我也不給他當 然後我叫他講詩詩我都不管他 後來我想一個 你總做事也有方法 到三四個月 一夜問財上任 五月就謀犯母親 四月就 我四月就把推薦他當謀犯母親 然後那個女的怎麼講呢 他怎麼講他罵我那個怎麼講 他說他這邊住了三四十年 沒有看到像我這麼認真的里長 前面我講你不 那我說來你來去講 他說他說你不做 我們來去找他 那個做別人的事情 你都憑著自己良心 所以你要把忍做好 哪裡有那麼簡單 因為你的忍做得好不好 是不是 不是你講好就好 是要別人認為你是有忍的 我本來又要再給各位再講一個 哎呀 那個忍哪有那麼簡單 所以忍都會擺在這個地方 你一不忍的時候第一個 就跟東西拼起來 要黏好 他已經沒有辦法玩好那些東西了 你會把你的功德靈就燒光光的 你本來是很有道理 會罵你的人 難道他的價值觀跟你一樣嗎 他價值觀一定不一樣 他一定 如果他說走陣車跟你一樣他怎麼會罵你呢 他一定 也就他在他那邊 所以你這個忍功夫的話下面 嚴格講我就在講忍的東西 今天就沒有 又時間到了 忍的講不完了 而且忍哪些東西 所以各位要趕快 要從劍道 劍道去鎮道 所以鎮的就 所以你不能活在 實驗的象牙塔裡面 實驗象牙塔要乾乾淨淨沒有細菌沒有什麼 所以人家講說 賽老師你不用這麼忙 你在大學裡面當著學生也都乖乖聽你的 你在講堂的話你就講你的那些東西 也沒有那東西 那個劍力瓜瓜瓜瓜你看看 三個月 你給他不要做謀案母親他說你 四十年來沒有一個像你這麼好的 你沒有給他答應他做那個位置 一天到晚給你講那個講這個 你有他嗎 你有變嗎 你也一點都沒有變 你也一點都沒有變 是你自己的方法要怎麼那些東西 正道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趕快見到 修行法門一定要趕快進去 趕快進去做自己的歷練 這修行 今天的重點就是 先把這個 注重現業 現在的生口 現業一定要弄得好 午餐 那這個我又開始會得罪別人 不要一天到晚就在那邊 表示自己好多 來到這個世上你是犯了好多的罪你才來這個世界上 你因為你是有蠻修的蠻不錯的你才來這個世界上喔 你沒有修得很好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你要看重自己你不要看不起自己 好OK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阿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